这个呢是咱们今天看的第二栋房子 非常的不错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屋主呢在里面住了20年 整个房子非常精心的搭理 你看门口这个花花草草 就像个花园一样 一到这个房子呢感觉就特别好 而且你进来你看圣诞树都布置上了 非常的有生活情调 而且呢这些地板呢什么的都是新换的 门口一个大客厅 在里面呢它这有第二个客厅 可以放个大电视 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还有几扇就是大窗户 整个屋子采光很棒 而且呢它功能区划分的明确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呢像台面什么的 这都是新换的非常的新 而且呢虽然电器是比较老一点 然后你看打开这上面呢 抽油烟机这上面也有烟道通向外面 这个也比较符合咱们的习惯 特别是最棒的就是这个院子 你看它这个院子呢方方正正的 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 而且呢种了非常多的植物 并且呢还有果树 咱们看一下都有什么树啊 首先呢咱们到这边来看 这个地方呢就是右手边 它种了像柠檬啊橘子呀 而且呢你看这些树很漂亮 这边呢它是一棵苹果树 这个苹果树呢都已经结果了 咱们放大一下你看这些苹果一个个的 他说呢就是大概就是秋天的时候 你这院子里所有的果树一起结果的时候 就根本就不用去买了 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 而且你看大仙人掌种的 这边呢它还种了一个什么呢 它在这边种了还有一个无花果 就是这个树 然后它结了果以后它也是长的 然后它也种了挺长时间了 所以呢整个院子也是比较精心打理的 这边呢就是它的车库 你看它车库也是感觉比平常的车库要宽 还做了架子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在这个车库的旁边呢 它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是给这个一楼的这个客厅用的 而且呢在这边呢是它的洗衣房 它也做了架子 但是它全放的是各种吃的 就是同时还建一个储物间的功能 咱们现在上二楼看 二楼一上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这个是这个房子的第三个客厅了 而且也是有一扇大窗户的 这个客厅也是很大的 在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大主卧 然后一共是呢有三扇窗户 并且主卧的卫生间也是在这 这个窗户呢因为它后院比较宽嘛 所以看出去也不错 这边是主卧的这个卫生间 浴缸占浴双水盆大镜面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在旁边呢这个是它的衣橱 这是步入式的 做的也还是蛮大的 整个房子呢就是生活起来很舒服 出了主卧之后呢 在这边还有柜子 它这一点空间都没浪费 里面可以放东西 你看这个再看一遍这个大客厅 这个蛮舒服 这边呢是一个全卫的卫生间 这个看起来也是蛮新的 这边呢是有三个卧室 这个是第一间卧室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其实都不小 咱们看这是第一个 然后隔壁呢这里有第二间卧室 这些卧室呢你可以用来当书房 给孩子玩其实都是可以的 出了这间卧室呢在左手边 咱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三间次卧 它这个主卧跟次卧是分离的 就是主卧在一边次卧在另一边 这样的话可以做到互不打扰 像这样呢一直用来自住的房子 真的挺好的 因为它有人住 所以一直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功能又齐全 又是在一个大生活圈里面生活又方便 虽然在这三栋里面呢 它是属于最低价的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最好的一栋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其他的两栋 这又是最好的一栋 这又是最好的一栋 再看其他的一栋